欧盟废怒了 欧美关系出现巨大裂缝 紧要关头 中国才是救命稻草 大家好 我是薛英华 欢迎收看英华观点 怒斥美国不厚道 欧盟已经彻底废怒 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 中国为何成为救命稻草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近段时间以来 由于俄乌冲突带来的一连串的影响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具体的表现就在于 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 美国不仅自己在加大援助的力度 而且还强迫欧盟 也得跟着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欧盟对此非常不乐意 在能源通胀问题上 欧盟因为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导致天然气价格暴涨 结果美国天然气工业商却不断抬高价格 趴在欧盟的身上吸血 而且还借着这场能源危机 大肆挖着欧盟的诸多工业企业前往美国 面对拜登政府如此不厚道的举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入侵也终于忍不住了 近日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表示 美国的能源和贸易政策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卖给欧盟的天然气价格 是卖给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的三到四倍 存在双重标准 对部分领域美国企业的裹接补贴高达80% 严重影响公平竞争的环境 而除了马克龙的怒斥以外 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盟高官 也做出了不少类似的表态 很明显入京的欧盟已经彻底废诺了 这种废诺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拜登政府 一边影响着欧盟的政治决策 一边却对欧盟入京的经济惨状舒适无睹 如此利己的美国自然不得人心 不过归根究底还是欧盟自身缺乏团结和自主 在欧冲突爆发初期 欧盟明明有机会 有能力去及时对此冲突进行调停 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下 欧盟却走上了遏制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的不归之路 直到现在恶国一一体现 才明白当初的决策错误 而面对这种困境 认清现实的欧盟终于不再对美国抱有希望 竟然把目光对准了中国 近段时间尽管欧盟内部有脱钩中国的声音若隐若现 但是欧盟领导层却不再彼此干扰 德国总理舒尔茨公开强调反对德国与中国脱钩 同时还将推动中国对汉堡港的投资 甚至是投资更多优质资源出资之外 希望力方面也正式做出表态 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合作是高度互补的 一旦受到损害对欧盟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中国拥有庞大的投资力量 和巨大的消息市场 而欧盟入境恰恰就需要这些 只有这样欧盟的经济才能不至于崩盘 至于那些影射中国威胁的政客 到底真的是为了欧盟自身 还是为美国效忠值得揣摩 很明显在吃过了对俄制裁的亏之后 欧盟入境的领导层已经在觉醒 不愿意再被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买带 更不愿意被美国背后狠狠的插刀吸血 这种损人利己的美国已经遭到欧盟的厌恶 欧美之间的裂黑将越来越大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在这里研究力下次见